2 1 請接牌 總統蔡英文 前副總統陳建仁 行政院長蘇貞昌 新國科會主委吳正中 共同拉下紅布 正式接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全球進入後疫情時代 我們正面臨供應鏈的快速的重組 加速邁向靜靈轉型的趨勢 那麼台灣要在這一波的變動中 持續的保持發展的優勢 擴大全球的布局 就一定要善用科技力 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蔡英文表示 新國科會將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並協調分配科技預算 以給吳正中三項任務 加速投入前瞻領域研究 將新興科技導入產業界和社會各領域 以及培養更多人才 包括女性科技人才 加速投入前瞻領域的研究 包括半導體技術 能源轉型 量子 科技 太空 資安 以及數位發展等等 那我們要在既有的良好的基礎上面 持續的鞏固 台灣在國際科技 科學研究的關鍵地位 明年度的科技預算應該會比今年再多 多個至少8%以上 新國科會跟原來科技部的人士應該沒有什麼變動 原科技部長吳正中成為新國科會首任主委 從蘇貞昌手中接下了任命令和硬性 他強調將強化跨部會協力布局新的科技產業 以及打造精緻多元的科學園區 新唐人野太電視 曾一豪 曾欣明 台灣台北報導